嗯 前天我睡着就是在陈子鸡的床上睡着了 然后我老公来找我 他当时还在旁边玩手机 我老公就压 对你这就压在我身上 说宝宝你怎么还不回家 这个时候你尴尬你什么尴尬 你这个时候尴尬 那你们能不能就是照顾一下 不可以 你叫他给我吵醒 OKOK 吵醒没事没事 闺蜜咱吵醒闺蜜不要紧不要紧 好你躺我床上不要紧 都不要紧都OK的都OK 咱们上校咱们变粉灯台 都OK的 但是你不能留从你一来 你一来趴陈琳身上 就直接整个人趴他身上了 一米一米八几的一个大个 趴在咱闺蜜身上 差点把他压死了 然后跟他老婆老婆咱回家吧 没事吧 我在旁边吧 我在旁边吧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谈不着恋爱 可以可以给他宝宝们 我谈不着恋爱可以我不谈 那你不能再刺激我呀 对不对 每天刺激我 我又很想谈恋爱 又谈不着恋爱 我不难过吗 我也难过呀 刘聪说他那个时候是被可爱到了 什么被可爱到了 被什么可爱到了 你今天才可爱 我今天怎么看 你今天不去 去别人家 然后说去找闺蜜聊天 就我看你半天不回消息 然后我就去那 我就去他闺蜜家把他抓回来 结果发现他闺蜜家睡着了 他刚才睡着了 我就进门说 老婆你们在睡觉 他说 我来找我闺蜜了 他说半睡半醒状态 我说你闺蜜呢 你闺蜜不在你旁边 他说闺蜜 他要去 他要收拾出去玩 然后我说那你在干嘛呀 他说 我睡一会 我太困了 我说那你在 你在这睡 他不回家睡呢 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 我在这睡一会 怎么又可爱了 很可爱啊 怎么可爱 就很可爱 我那一瞬间我心都软了 我看着那里 我说 这么可爱呀 我看他脸抱着你呀 真的假的 真的呀 这么可爱啊 当时 真的啊 对呀 当时不是就立马上去抱着你吗 又他感觉那一瞬间 我说这么可爱 我的天哪 他心都软了 你知道 我闺蜜家 闺蜜 我来找我闺蜜了 嗯 嗯 再装可爱 又装可爱 然后又把我可爱到 但是他 真的把我可爱到 那我就立马上去抱着他 说哎呀 可是我当时也才出去一个多小时啊 你就跟 你就跟过来了 不过 我发了消息 他没回我 然后你就过来找 对啊 我就过来找 你看你在干嘛 没法 你让他睡觉 我又搞不懂 搞不懂 是吧 这很可爱 就是很可爱 这不可爱吗 这不可爱吗 哪里可爱了 他又是那种 还是睡 睡前呢 我觉得 嗯 我来找我闺蜜了 然后 他让他睡 然后让他很肉啊 他肉肉的 然后他就在那睡觉 不可爱吗 看你们没人懂我 这种可爱之后 我能感受到 救命啊 他们都不懂我 救命啊 可爱吗 最后我觉得 很可爱啊 我觉得挺可爱 反正那一瞬间 我是被可爱到了